随着那三段式尊明的念出,鲁米安四周都浮出淡淡的挥舞,洋溢起令人不安的感觉。 那橘黄的烛火随之染上了偏青的颜色,将整个祭坛照得阴森而幽碎。 这一刻,鲁米安的思绪都仿佛变得迟钝,只觉皮肤底下的血肉一阵阵发痒,似乎有什么东西快要钻出。 隐隐约约间,来自无穷高处的注视又出现了。 鲁米安定了定神,继续起自己的祈求。 他按照魔术师女士的讲述,结合奥洛尔巫术笔记里的祭祀相关知识,用赫密斯语念叨,我向您祈求,祈求您除去我身上的诅咒。 坦白地讲,鲁米安很想直接请那位伟大的存在庇佑自己一年,让自己免受任何伤害,但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。 而指明应对蒙苏里鬼魂带来的威胁,他又还没有掌握相关的赫密斯语单词,只能较为模糊地以身上的诅咒来代指。 仪式的最后,鲁米安开始向祭坛内的草药借取力量。 下一秒,他的视线变得模糊,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长着十二对光之羽翼的天使。 那天使从高处降临,张开双臂,将鲁米安拥入了怀中。 那一对对由光芒凝成的羽翼随之合拢,层层包裹。 鲁米安骤然清醒,看见染上青色的烛火,不知什么时候已恢复菊黄。 回想起刚才的经历,他似乎做了一场幻梦,忍不住无声自语道, 我刚才看见了天使,那位伟大存在让他身旁的天使给我庇佑,帮我消除祖招。 今天之前,鲁米安只在永恒列阳教会的步道里听过天使的相关描述, 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能获得天使的拥抱。 鲁米安对那个以塔罗牌为代号的神秘组织, 对那位封印了自己体内污染的伟大存在愈发敬畏。 与此同时,他松了口气,放下了一半的心, 如果蒙苏里鬼魂带来的真是诅咒,那现在应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, 一个只能徘徊在特利尔地底, 连永恒列阳教会神职人员的保护都不敢触动的鬼魂拿什么和天使比。 当然,鲁米安还有一半的心旋着, 因为他祈求的是消除诅咒,万一蒙苏里鬼魂不是靠诅咒杀人呢? 他一直等到了零点,还是没有收到魔术师的回信。 他不敢睡觉,靠躺在床上,闭目养神。 一直到了后半夜,乱接的各种噪音才平息了下去, 鲁米安听到了远处的细微虫鸣,听到了更加遥远的气笛声。 突然之间,他感觉身体变得沉重,呼吸开始困难, 就像被人用一床棉被完全包住了身体,压在了里面。 不好。 鲁米安挣扎着想要起身,可能动得只有两条手臂, 他连眼睛都无法睁开。 就算是手臂,也仿佛被人按住,很艰难才能抬起几厘米。 下一秒,鲁米安的身体变得寒冷, 鼻端有了湿漉漉的感觉, 就像是被人装在了麻袋内沉到了河水深处。 他的呼吸为之停滞,胸口又闷又痛,思绪跟着迟缓。 竭力反抗无效的鲁米安脑海内闪过了一个念头, 那就是进入冥想状态,激发胸口的黑色荆棘符号。 转瞬之后,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。 这一是很可能让他本人失控, 二是蒙苏里鬼魂与宿命为名的那位隐秘存在没任何关系, 未必会受到黑色荆棘符号的震慑。 除非已没有别的选择,距离死亡只剩一步, 否则鲁米安不会尝试这个似乎没什么用又要赌命的办法。 他的嘴唇和鼻子变得一片冰凉, 仿佛被人用无形的手强行按住了。 再加上溺水般的感受, 鲁米安彻底没法呼吸,肺部快要炸开。 猎人、挑衅者、舞蹈家、污染、封印、 堕落水银等单词一个接一个在鲁米安脑海内闪过, 不断地组合成想法,又分散开来。 堕落水银,堕落水银。 终于,鲁米安有了灵感, 挣扎着让戴着手套的左掌摸向侧方。 他刚才已将那把鞋翼的短刀放到了最方便抓起的位置,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。 几秒后,大张嘴巴试图喘气的鲁米安摸到了堕落水银的刀柄, 将这把银黑色的短刀提了起来。 此时的堕落水银没有包裹黑色布条, 上面的花纹层层叠叠,让人头晕。 鲁米安用出全身的力气, 一点点抬起肩膀,弯曲手臂, 将堕落水银刺向身体上方。 鲁米安没有任何犹豫, 咬紧牙关,顺着下压的力量, 让手臂弯向了自己的身体。 扑的一声, 他将堕落水银插入了左腰。 赤色的血液随之溢出, 染红了堕落水银的刀身, 代表遭受火焰灼烧这个命运的虚幻水银液滴, 进入了鲁米安的体内。 疼痛刺激的鲁米安缺氧的大脑清醒了不少, 他眼前一片游暗, 浮现出了那条由无数水银色复杂符号组成的神秘河流。 这代表着他自身的命运。 顾不得精挑细选, 鲁米安将目光投向了虚幻长河的下游, 投向了一条即将吞噬其他滞流的河道。 紧跟着, 他将自身的灵性灌注入了堕落水银, 让他撬动对应的由小河自我缠绕而成的水银色复杂符号。 下一秒, 鲁米安看见了自己躺在床上, 脸色发紫, 接近冰死状态的模样。 那一个个水银色符号猛的收缩, 凝固成一滴水珠渗入了堕落水银的刀身。 几乎是同时, 鲁米安一边感觉整个人变得轻松, 再也没有溺水和湿溪的感觉, 一边又被疼痛包围, 不可遏制的低哼出声。 他的体表冒出了一层丛火焰, 他的皮肤在一寸寸焦黑。 他刚才是用堕落水银内存储的遭受火焰灼烧之苦, 交换了自己被蒙苏里鬼魂袭击的命运, 成功摆脱了连挣扎都略显无力的状态, 不再遭受攻击。 堕落水银既可以刺向别人, 也能刺向鲁米安自己换掉他不想要的部分命运。 他因此被点燃, 再次感受到了和火焰怪物战斗时的痛苦。 早有准备的鲁米安一个翻身滚到了床下, 普通的动静里, 他来回做起翻滚压灭着身上的火苗。 过了一阵, 不知是鲁米安的策略产生了效果, 还是通过命运交换带来的火焰自己燃烧到了尽头,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, 他不再被赤红的火苗包裹。 但他的衣物已被烧得破破烂烂, 提表是大块大块的焦黑痕迹, 鼻子摇摇欲坠, 快要掉下, 头发则散发出胡卫, 少了很多。 鲁米安努力地睁着眼睛, 凝聚精神, 不让自己晕厥过去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他感觉生命力在飞快流逝。 他苦苦支撑着, 全靠胸中一口气咽不下去。 不知过了多久, 鲁米安尔畔终于想起了对他而言异常美妙的钟声。 大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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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代表特利尔时间清晨六点的钟声, 回荡在了乱阶极周围区域, 一缕缕沉迹于天边浮现。 鲁米安一下变得清醒, 不再有痛苦之感。 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完成了重置。 呼, 鲁米安吐了口气, 翻身站起, 望向身前, 看见昨晚穿的亚麻衬衣, 身色长裤, 被烧到只剩几块破布, 皮肤状态则完全恢复了正常。 本就出现财政危机的他, 忍不住叹了口气, 得补一套衣服了, 又是一笔开销。 看来不是诅咒, 鲁米安换了身衣物, 走出房间, 倒灌洗室, 用自来水洗了把脸。 他随即望向镜中, 发现自己部分头发变短了一些, 部分则失去了染在表面的金色。 这些外在事物没法重置。 洗漱完, 鲁米安回到207, 愕然看见房间内多了一封信, 那折叠成方块的纸张, 正静静躺在木桌上。 鲁米安难以遏制地, 无声低估了起来, 这个点回信会不会太早了? 昨晚又没睡, 刚到家。 甩了甩脑袋, 鲁米安走了过去, 展开了魔术式的回信。 信上的单词, 自己潦草而凌乱, 只依稀能看得出来, 属于那位女士。 做得很好, 接下来多接触K先生, 展现不够理智, 容易狂热的一面, 直到他向你传教, 邀请你加入他所在的那个组织。 一, 死在他面前, 靠你体内的污染干掉他, 帮死去的那些人报仇。 二, 用你那把短刀, 将遇到蒙苏里鬼魂这个命运交换出去。 你难道没有想过那把短刀也能对自己用? 三, 住到某个教会的教堂, 不在外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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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